最后一文消息 从事花艺创作工作35年 身兼画家、民宿老板、多种身份的 斜杠艺术家陈建桂老师 将在花莲四处写生的水彩创作 以及春节应景的花卉盆栽艺术 即日起在松原别馆来展出 吸引了许多喜爱插花艺术的民众 前往欣赏 而展期到3月13号 也欢迎前往参观 她曾经是红片海峡两岸的花艺生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 她也是民宿的老板 她很会吹口气 刚才大家都领赏到悠扬的月身 更不用说她能够把相邻的野花草林 水手编织成风景 就是今天在现场的所有作品 她还有一把好的厨艺 温暖花林县农会 绿罩班哥哥姐姐的门会 她还是花林县农会 是工团的副团长 喜欢画画得过多个奖项肯定的花艺设计 开办民宿有一首好厨艺 从事花艺设计35年的斜杠艺术家 陈建桂老师 即日起在松原别馆 带来陈建桂花艺与水彩创作展 8日开幕茶会 还现场即兴带来口琴演出 谁爱花莲的缓慢步调以及壮阔山海 创作及教学经历丰富 也曾在花莲高农培育学子华语植种的陈建桂老师 将在花莲四处写生的水彩创作 以及擅长的花卉盆栽展现在松原别馆 个人在历经花莲三十几年的人生里面 很重要也是展览 就把所学的花艺设计 跟我们所谓的插花 跟那个画的概念 画的东西 利用松原这么每个地方做呈现 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做分享 从小开始都是画水彩为主 我喜欢水彩的流动性 那快速的感动性可以马上呈现 所以我大概画了几十年都是以水彩为主 那花艺设计是玩了三十五年 做花艺创作部分 一方面也陪一些学校学生 所以我利用这次把一些新的手法 这概念做一个传达 也跟一些花艺计的朋友做个交流 除了花艺设计 从小就喜欢画画的陈建桂老师 也带来多幅有流动性美感的水彩画作一同展出 开幕茶会上特别示范两盆花卉设计 融合松原别馆草地上的松针等植物 透过手法传达 希望与更多爱花赏花民众交流 组合更多生命的可看性 即日起展出自3月13日 欢迎民众前往松原别馆碾花惹草 记得想帮叶华临时报导